地上有根紫色香蕉 小伙捡起来后 扒开外皮 哭哧哭哧造了起来 吃完后随手一扔 没想到香蕉皮变成了黄色 紧接着就觉得肚子里有股气在流动 刚一抬脚就跑了三里地 手一抬 比闪电侠还快 这是怎么回事 他眼睛一瞪 看到十里外有个小伙在喝水 下一秒 水就跑到他的手中 地上有五块钱 他一个闪现后就捡了起来 刚要回家 突然被一把拽进胡同里 让小帅交出所有钱 只见他微微一笑 就消失不见了 来到劫匪身后 把钱包偷走 打开一看 一分钱都没有 就把钱包扔到了地上 吓得劫匪转身就跑 没过多久 他有超能力的事 就被神秘组织发现了 派出墨镜哥出马 把人抓回总部 刚想破门而入 就被小帅发现了 他扔出飞镖 被轻松躲了过去 随后一个闪现 就给了他一拳 然后又是一脚 将他踹翻在地 他趁小帅不注意 将他绊倒 骑到身上后 框框就是几拳 小帅抓住他的手腕后 一用力 又顺移揍了 墨镜哥刚站起来 就挨了一拳 紧接着 小帅用出佛山无影角 将墨镜哥踹翻在地 随后就是一顿胖揍 见没了希望 他打算同归与尽 小帅看到后 一溜烟逃走了 下一秒 就发生了爆炸 这种顺移的超能力 你想不想要呢 一枚钢钉穿了进来 紧接着是第二枚 第三枚 吓得小老鼠瑟瑟发抖 赶紧逃跑 可钢钉在后面紧追不舍 非要置他于死地 原来小帅在固定木板 鼠哥跑着跑着 突然被拦住去路 周围也都被封死了 这是一枚钢钉直奔脑门而来 吓得他闭上了眼睛 幸好钢钉停止了前进 原来七钉枪坏了 小帅拿起锤子 瞄准钉子后 就要落下 正在这时 大壮推门而入 让小帅搭把手 小老鼠这才见了一条命 此仇不报非君子 他趁此机会钻了出来 躲在瓶子后面 当两人抬着脸盆上楼时 哥哥一扭头 看到一张大脸 吓得哇哇直叫 哭吃一下坐到脸盆里 顺着楼梯不停地往下滑 从门缝里钻出来后 滑下小山坡 随后高高跃起 落到冰面上后继续前进 终于在湖中央停了下来 可刚喘了两口气 冰面破裂 脸盆一头栽了下去 两人想报仇 在洞口放了个老鼠夹 上面还有一颗金丝小枣 老鼠出来后 对着小枣就是一顿啃 第二天查看时 发现只剩下个枣盒 连个鼠毛都没留下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大壮想吃早餐 可到卖片时 没想到小老鼠藏在里面 他伸手去抓 不料头被扫把打了一下 鼠哥急忙逃了出去 两人急忙去追 大壮拿着扫把就是一顿拍 刚按到老鼠尾巴 铁锤就砸到了手上 鼠哥则叼起麦片 跑回洞中 他们非常生气 把老鼠夹放在洞口 上面还有块奶酪 定睛一看 窝了个乖乖 屋子里密密麻麻 都是老鼠夹 进屋时 门却打不开了 无奈之下 只好在墙根底下睡了一晚 半天后 鼠哥终于跑了出来 在两人眼皮底下 快速前进 竟然躲开了所有老鼠夹 随后纵身一跃 抓住窗帘往上爬 来到桌子上 然后紧跑几步 纵身一跳 抓住灯绳 荡到柜子上 妥妥地跳远冠军 紧接着爬上花盆 顺着玫瑰花落到罐子上 原来他的目标是盘子里的车离子 跳下来后 撒到勺子上 一个车离子就飞了出来 落到地上后 不停地旋转 幸好没碰到老鼠夹 可万万没想到 车离子的霸 碰到了大早 下一秒 满地的老鼠夹 噼里啪啦乱跳 吓得两人一声大叫 随后身上就多了几个老鼠夹 轻轻一拽 疼了个半死 小老鼠则满载而归 大壮汉生气 拿起吸尘器 在后面紧追不舍 小老鼠一个加速 逃进洞里 吸尘器哭斥一下 怼了上去 小老鼠则死死抓住电线 突然纸板被吸了过来 撞开了下水道 里面的营养液被吸到背包里 随着时间推移 背包慢慢鼓了起来 两人回头一看 就被喷了一身 剑不是老鼠的对手 他们来到宠物店 买了只无比凶残的猫 他被关在箱子里 上面还锁着铁链 只有电棍能让他老实点 随后就把大猫请了回去 刚一到家 他就闻到了老鼠的气息 胳膊一用力 将木箱撑开 晃晃悠悠朝前走去 静止来到洞口 哭斥一下蹲到地上 鼠哥回来后 非常好奇 爬到箱子上一看 顿时吓了个半死 木箱炸开 巨猫一声咆哮 跟着老鼠钻到地毯下面 屋里的家具可就倒了霉 随后跳上钢琴 钻了进去 在里面弹了手 笑傲江湖曲 趁猫咪手动口的功夫 鼠哥推来几个老鼠夹 设下陷阱 然后推了一个夹住巨猫尾巴 可刚跑两步 身上就多了几个夹子 即便这样 他还是勇猛地追了上去 只见老鼠纵身一跳 钻进电梯里 顺着缆绳爬了上去 猫咪刚钻进电梯 绳子就被咬断了 紧接着电梯就重重地落了下来 这一局鼠哥完胜 兄弟俩见状 只好请来灭鼠专家 专家就是不一样 在楼梯上轻轻一摸 凑到鼻子上闻了闻 就知道家里有老鼠 随后戴上红外眼镜 又找到三颗老鼠屎 夹起一颗轻轻一闻 就知道是功德 再夹起第二颗看了看 判断老鼠有12厘米长 第三颗放到嘴里长了长 味道有点大 老鼠应该上火了 他操纵摄像头 一点点前进 探查洞里的情况 小老鼠抱着钢丝绳 一点点往下拽 在管道里不停地穿梭 专家刚走了两步 就被一把拽住 从窗户里望去 发现绳子挂到了汽车上 放大一摆背后 看到一只小老鼠 他紧跑几步 往下一压 机关启动 露露就转了起来 绳子快速收缩 他刚想逃跑 却被一把拽了回去 地板破裂 楼梯都被干碎了 撞破大门 终于在卡车前停了下来 老鼠趁机爬到专家头上 留下胜利的果实后逃走了 这一局鼠哥又赢了 兄弟俩回来后 发现屋子已经面目全非 突然看到桌子上有个汉堡 凑过去轻轻一摸 汉堡竟然动了 小帅悄悄拿起平地锅 等汉堡拿走后 对着鼠哥哭吃就是以下 不料打翻了柜子 两人被压到下面 爬起来后 大壮急忙追了上去 甚至钻进烟孔里 壳里面非常黑 根本看不到老鼠 小帅拿手电筒照了两下 手电筒就没电了 正在这时 小老鼠好心地送来火柴 然后打开了煤气 大壮闻到味道不对 刚要出声阻止 火柴就点着了 下一秒就发生了爆炸 大壮顺着烟筒冲上了天 扑通一声落到湖中 正好掉进脸盆里 小帅一抬头 看到小老鼠后 刚要起身 就被柜子砸到下面 手指估计要折了 大壮非常愤怒 拿起AK 就要找老鼠决一死战 看到老鼠后 框框就是两枪 没想到他钻进罐子里 继续逃跑 大壮一枪下去 以为杀死了老鼠 不料又被他溜了 钻进木板里 大壮把枪口伸进去后 对准下面的炸弹 哭吃就是一枪 地板碎裂 两人就掉了下去 鼠哥则趴到上面看热闹 喂了一只老鼠 差点把家拆了 兄弟俩吵了一架 小帅一激动 拿起苹果 用力一扔 把后面看热闹的鼠哥砸晕了 他们非常兴奋 可当要解决鼠哥时 面对无力反抗的老鼠 他们又下不去手了 最后把他装进盒子里 塞进油桶中 积了出去 随后房子被重新装修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男人被关在笼子里 而四周都是巡逻的士兵 此时他的同伴 正在悬崖峭壁上 慢慢地向上攀爬 眨眼间就来到山顶 哨兵刚喝了口水 就被他放倒在地 仅仅两秒 他就换好了衣服 随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突然哨兵看了过来 吓得他急忙转身 等士兵离开后 大壮悄悄展开了搜寻工作 很快看到了笼子里的同伴 随后悄悄溜了过去 掏出军工刀 用力一扔 正好插到木棍上 同伴拔下来后 偷偷搁起了绳子 而大壮则悄悄来到帐篷后面 用脚踹了两下钉子 随后拔了起来 紧接着一溜烟钻了进去 幸好没被人发现 原来里面藏着一枚先进的导弹 他放下背包 掏出工具 拿出一把小刀 将导弹上的铁门撬了下来 里面是个感应装置 然后拿出一个小铲子 插到芯片缝隙里 用力一拽 上面的自爆功能开始倒计时 他慢慢取出芯片 拿出一把钳子 把蓝色的电线剪断 此时还剩12秒 眼看时间越来越少 他掏出一个别针 用力掰直后 插到自毁装置上 终于在最后一秒 计时器停止了跳动 随后快速钻了出来 把枪绑到树上 再系一根绳子 将木棍插进扳机里 用橡皮筋固定住 最后把火柴卡在绳子上 再将火柴点燃 紧接着他就溜到另一边 通知队友做好准备 随着时间推移 火柴烧着了绳子 随后就听到一阵秃突 士兵们拿起枪 急忙跑了过去 伙伴趁机逃了出来 大壮则把最后一个守卫干倒 两人趁机逃了出去 可跑着跑着 突然发现前面没路了 而反应过来的士兵 又追了上来 堵住两人去路 于是双方展开了火拼 大壮趁机把背包背到背上 将枪管撒扁 眼看大部队追了上来 他抱住同伴 扣动扳机 两人就被反作用力冲了下去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大壮拉开了降落伞 他们这才逃过一劫 直接插扣打得不要 除了 快乐 快乐 快乐